歡迎您好 歡迎收看動物森財經新聞 我是劉沛琪 一開始先帶您關心股市 台股在經歷了上週的大震盪之後 今天是持續上演了多空交戰 投資人不免是擔心美國持續會圍堵華為 再加上中國大陸的解放軍 今天開始在三大海域同步軍演 不過在全職股台積電的領軍之下 加選指數最終是上漲了39點 美股21日開低走高 標普500和納斯達克指數收盤 都創下歷史新高 但台股24日卻上演了多空交戰 指數以紅盤開出 但幾分鐘後隨即反黑下挫 到一萬兩千五百六十七點 靠著台積電挺身而出指數翻紅 一度佔回一萬兩千七百點 不過尾盤台積電漲幅收斂 加上聯發科走勢不振 最後指數上漲三十九點 以一萬兩千六百四十七點作收 成交量兩千零三十八億元 上禮拜四的一個多空的一個觀察點 是一二五六三 所以今天的台股雖然下殺了三十九點 但是是在一二五六七 以至於算是一個回撤 並且不破這個多空的一個 所謂的一個參考點 短線上來看的話 還是要看各個的一個指標股的一個表態 平蓋三網漲跌互見 台積電小漲三點五元來到四百二十八元 大力光上漲六十元到三千六百零五元 鴻海則是下跌零點六元到七十七點六元 而台積電也將在二十五日舉行技術論壇 由總裁魏哲嘉親自分享產業現況 以及最新技術進展 台積電短期內不會看好 因為一萬三千點 其實期貨已經被賣很多 那如果要壓住指數的話 台積電勢必是 外資會想要攻擊的一個目標 台股高檔持續盤整 加上美國持續圍堵華為 中國大陸軍演等利空消息影響 小股民對於台股後世 能否持續反彈心中仍有疑慮 其實外資只是小賣了一個一百多億 所以說如果熱錢效應還在的話 後面只是看這個火種 怎麼點燃而已 受到消息面影響 台股多空交戰 想要站回萬三大關 還要再等等 東森財經新聞 李孟山劉子騰 台北報導